朱师傅介绍去年6月他准备跑网约车 找杭州哈林汽车租赁公司租车 对方介绍他贷款买了一辆 朱师傅说后来他不想要这辆车了 哈林按照约定处理了 让他跟杭州黄飞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签了车辆兜底协议 以及一份二手车交易合同 朱师傅跟黄飞鸿的车辆兜底协议约定 他购买的东风风行车辆 剩余26期的还款 由黄飞鸿代为偿还 朱师傅放弃车辆残职 到期后配合公司完成过户 那份二手车交易合同里 约定了还款金额和时间 后来5月6月没问题 你到8月份他磕7月份的车贷的时候 磕了我卡里的钱 然后他们说他们会吹的 会跟老板说的 会给你还的到10月份车贷三个月 一直没付 朱师傅说发现黄飞鸿停止还款以后 11月10号 哈林工资帮他把车子拿了回来 他希望由哈林来偿还黄飞鸿 拖欠的贷款 找到杭州哈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确实通过杭州 黄飞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兑现之前给朱师傅的退车承诺 黄飞鸿停止还款后 他们一直在尝试解决 采访时拨打杭州黄飞鸿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没人接听 记者给对方发送了短信 截止发稿 没有接到回复 哈林的负责人表示 他们跟黄飞鸿的人在派出所协商过 对方写了欠条等字句 事情正在解决过程中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像学庭有关总部 蒙特别的 信念